盲女游拆机械师修仙流配前锋打邦邦 好不好非常好 这个阵容为什么好 这个阵容你抓一个人前锋稳定壮旧 剩下两个人在外面狂修 但凡前期抓人慢那么一丢丢 真的四伦开门战斗给你修出来 虽然这样地图比较大 相对来讲呢它不像军工厂这样地图 对吧上来一波对吧 牵制好了这狂修速度三分半可能就压机 但是这套阵容的一个修机速度上来的话 追机械师 追机械师我们来算一下 这片机械师的话娃娃还没有放 前期拉点机械师应该是飞轮 一个队友给的窗弹加速 放娃娃卡口子 这里炸弹躲掉 一刀打那这边直接交移行吗 交移行找前锋 想的应该不是要抓前锋 但是现在已经回不了头 这波可能想的是抓油猜抓盲女都行 对吧 偏偏这边是个前锋 前锋拿球 抓前锋闷一个薄命 但是机械师娃娃外面还有半个可以双修的 再回头找机械师吗 再回头找机械师 那说实话 真的只需要前锋一波稳定撞救就可以了 对于邦邦来讲 这个是刚明给大家介绍 目前S3邦邦 娃娃放出来 一炸 这边机械师好像还有操作的 这个娃是不是没炸掉呀 S3邦邦胜率80.63%的 哎呦我天完了 出大事情 娃没炸掉 机械师满血 前锋这边是有薄命的 这把这介石也确实给力 也确实给力 现在的话需要两炸 或者一刀 我觉得这一刀是很难给的 就只有两炸 两炸的话呢 遥控雷算一炸 这边的两连炸可不能有任何的披露 好还行 呃要防撞救吗 哎这里的话前锋没有选择撞救 他们的安排是压死压机救 你别说真可以 好像这边介石娃娃过来 这介石娃娃的能量 足够修完这轮机子了 然后前锋过去 邦邦这边他得怎么样 他得一颗雷把这个娃给炸了 娃炸了说实话都不行 娃炸了 遥控雷爆 好的可以 娃炸了都为什么不行呢 因为这边 这两 这两个修机大神 呃 帮帮帮抓住了仅有的这一个机会点 把人挂上 油柴赶过来 好像有点来不及 那帮帮吹响反击的号角 这个应该是路人局的缘故 所以说这边 前方刚才第一波如果撞救薄命套上 拉个点 应该会好很多 应该会好很多 但这个你没办法说 毕竟是路人局 他不是语音交流的一个四黑 所以说在一些局势安排上面 再打密码机 点亮 S牌邦邦 本局唯一的机会点 狗躲掉了 狗躲掉了 追谁 这边的话选择找前锋 手里面的话 45秒才有下一个移行 呃 连炸的话 现在还没有 现在还没有 丢一颗炸弹封你一个路口 但这个炸弹感觉没什么用 呃 盲女和邮差都没有贴门 难道这局要翻吗 他带的是底牌 他带底牌的话 这边有浩克之道 邮差的门似乎能点开 但是邦邦这边好像嗅着味了 他应该是听到声音了 刚才盲女敲了一杖 啊 这一波的话 我猜测 他应该是听到盲女敲 杖的这一个 声音传来的方向 听声变味 找到了 找到了 这边的话 看见地窖 看见地窖 盲女没有飞轮 盲女有飞轮 这波盲女能跳地窖 盲女没飞轮 他走不了 你走 不 了 切闪 没必要 就压着就行 这局就一个机会 他抓到了 那个震慑 其实前锋的走位 已经躲掉了所有的炸弹 就一个机会 震慑 拜拜 拜拜